不用再取下来电池 不用再带上楼区充电 另外也是就更安全 我们做了50个充电的充电桩 那么注册的户数有496户 活跃度有80%以上 那已经完全保障了 我们小区充电的需求 它现在内部是含有一个温度的控制芯片 如果达到一些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达到80度的话就会自动断电 我们充电桩内它有一个功率识别功能 就针对不同的充电车的功率 它会根据它的电池容量 作为一个不同时间的充电 我们下期再见